裁一件新衣 准备出席一个婚宴 你可以帮我量量我的尺寸吗 好的 我马上请你量一量你的肩膀 我想要建一件衣服最好是白色的 然后是很高贵的很长的 好 这样子最好有一些亮亮的珠片 听起来非常吸引 那袖子你要多长呢 最好大概是这样就好 好 请问大概可以什么时候做好呢 我们预计一般都会三个星期内就完成了 到时候我再联系你好吗 好啊 谢谢你 好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DDTV 我是威威 那今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是来自哪一所学校的老师呢 我们来看看老师的介绍片段 先са 收尸 5 6 2 欢迎黄诗婷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哈喽 薇薇好 大家好 我是黄诗婷老师 来自雪兰俄州巴胜家谱 英华小学 老师 今天我们好像要学衣着 对吧 看到这边很多衣服 对了 那衣着是什么呢 衣着就是我们身上的穿戴 服装的饰样 包括衣服 裤子 裙子 鞋子和袜子 那这边呢 老师给薇薇带来了 男生的图 还有一些配对的服装 服装 对 还有女生和她的配对衣服 好 首先薇薇可以根据老师 所设定的场景 来配对衣服 好 那你看看这位小男生 他身上穿的衣服 是属于什么形式的呢 我觉得是休闲的 好 休闲的 这一套也是休闲的 我可以放上去吗 老师 好呀 好 这套是休闲的衣服 所以你去公园的时候 还是你去可能去看场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舒服 老师 我放上去好吗 好 好 那裤子呢 裤子 裤子我选同样色系的 也是绿绿色的 可以吗 老师 配搭得很好 好的 那鞋子也要换吗 好呀 鞋子也要换 我选球鞋 因为就比较舒适 舒服 微微设想周到 谢谢老师 这样子可以吗 太棒了 微微 谢谢 这是休闲的服装 那如果要去上班呢 应该怎么配搭吗 配搭呢 你觉得这样适合吗 上班好像有一点不适合 好像不适合 好 那微微 你可以从里边试试看 有领带的可以吗 太棒了 微微 有领带的就比较适合上班了 是的 你自己捏下去吗 先把之前的那一套衣服拿下来 好 拿下来 领带 这样子搭配这个裤子可以吗 老师 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会是鞋子吗 鞋子的问题吗 我觉得裤子还可以 再试试看换其他款式的 这样子 我会看看有没有更适合 有裤带的这个感觉就比较重视一点 我会换这个 好 西装长裤 好 衣服 然后西装长裤 鞋子好像你要换 老师是吧 是的 微微可以从那个盘子里面找出适合的鞋子呢 鞋子 我选这个 这个是 嗯 这个 我们试过了男生老师 我试试看女生的服饰可以吗 好呀 嗯 好 微微 请你过来替这位女生也一样吧 你给她穿上适合上班的衣服 上班 上班就像我这样子要重视的 这个可以吗 可以哦 可以哦 嗯 非常适合呢 好 好 上班的衣服 配搭裤子吗 微微觉得 嗯 我可以给她穿裙子吗 老师 嗯 好呀 我觉得裙子 你可以配搭看看 为什么她黏不到呢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我穿裙子 对 这样子可以吗 老师 你觉得 微微觉得如果适合的话 嗯 也是可以 但是老师觉得 最适合还是配上这个西装裤子 微微试试看好吗 好啊 我试试看 好 配上西装的裤子 哎 这个好像不粘贴 没关系 好 配搭西装裤子 这样会不会比较适合呢 嗯 感觉更好看 耶 好吧 诶 鞋子还没穿上呢 包鞋 yes 选包鞋 好 这个 啊 就上班 老板看到也很开心 耶 穿 可以吗 嗯 穿着很漂亮 非常 非常棒 谢谢 好 那最后 老师想考一考 微微 如果是下雨了 怎么办呢 要穿什么好呢 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的话 要雨衣啊 老师 太聪明了 对 好 那你选一些雨衣 这样 这样 雨衣 下雨天 尤其是最近常常下雨 是的 我觉得要穿这个雨衣 好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准备雨衣 可以放在汽车里面 还是放在我们的手提袋里面 嗯 这样子可以 嗯 好 那她的裤子呢 雨衣的裤子呢 对对对 那个身体没有湿 那裤子湿了怎么办 啊 有裤子的 对了 还有 如果跟她套上雨鞋呢 会比较适合 对对对 都是黄色 对了 配搭一套的 好 黄色 万无一湿了 不会湿了 好棒哟 那女生也一样哦 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要为这位女生 穿上雨衣 赶快不然下大雨了 临湿了 这要快 动作要快 好 雨衣 然后裤子 然后雨鞋 嗯 好的 这个拿走 拿走 这样子吗 嗯 对的 嗯 好 好了 好了 我们都完成了今天的这个服装 嗯 该怎么搭配 嗯 薇薇好棒 是 谢谢老师 好 我们学过了雨衣啦 还有去上班的西装啦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休闲的衣服啦 然后要学些什么呢 稍后我们再继续聊哦 Courtney έuleesse 上班 有点 護窒 血 连離 朋友 有点 衣服 把 欢迎回来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黄老师 老师 今天我们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和衣着有关系 威威 你看老师为你带来了一系列的衣服 哇 好多 是的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那老师就不一一地展示 老师只展示其中一些 好 其中的有 这是什么呢 短裤 短裤 好 接下来还有的是 老师觉得款式很美的 长袖衣 长袖衣 就一个男生穿的 是的 长袖衬衬衫 很美吧 很漂亮 对 很漂亮 好 接下来这个我们可以戴在头上的帽子 老师 是的 帽子 还有动物的造型的帽子 还有旁边的这个长长的 这个是腰带 太棒了 威威 相信威威都已经认识了这一些服装 那老师就不一一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生字 生字 好啊 好 每一款老师都标上了字卡 那威威可以跟着老师念两次 好 好 这是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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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认住 威威 待会我们要玩游戏 要玩游戏 要记起来 所以如果没学会 威威就不能玩游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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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要记起来 威威要用心的 好 接下来这是袜子 袜子 对了 好棒 好 袜子 下一款我们有的是黄黄的 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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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棒 好 接下来这一款威威应该是蛮喜欢的 好漂亮的裙子 好漂亮的裙子 对了 太棒了 红通通的裙子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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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裤 短的 短裤 接下来小朋友们 威威也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领姿是圆圆的领姿 领姿 对 所以我们称它为圆领山 圆领山 圆领山 对了 圆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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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款我们有的是 这个 长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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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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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 维维都学会了吗 应该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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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老师来考考你好了 好 好 好 维维你可以看 怎么考呢 维维你可以看到 台上面有一台手动式的电视机 对对对 很像电视机这个 对对对 维维要不要展示一下 先试试看这架电视机是怎么操作的 电视机旁边有小把手 对 是的 你可以顺时钟转 有好多的字卡在里头 还有图片呢 是的 好 那老师就会随机说出一些双字 然后维维就转转转 找出相关的双字 好不好 首先我们来一个 好 裤子 长裤 所以我要找 长裤 我要找裤子咯 对不对 维维找长裤 好 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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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长裤 好棒 维维都认得了双字呢 好棒 这是长裤 是的 好 接下来老师要 裙子 裙子 看是不是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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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裙子这个不是裙子吗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不是 好 我们再看看 这个也不是 有裙子吗 有 好 微微再努力 加油 就快了 快了 裙子 红色的裙子 是的 和刚刚老师展示的一样 对 好 接下来老师要考考你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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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鞋子 鞋子在哪里 鞋子找到了 就是运动鞋 太棒了 鞋子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找圆领山 圆领山 三个字 三个字的 这个 三个字的 圆领山 圆领山 好 过后我们要来看看 袜子 袜子 好 袜子 袜子 袜子在哪呢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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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薇薇太棒了 金切薇薇 谢谢老师 都学会了所有的生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写字 认字了 过要写字 是的 我们要来写一写 薇薇应该都会写字 对不对 还可以 老师 老师觉得薇薇的字体很棒 那其实 为什么薇薇的字体 可以做到那么棒呢 小朋友 我们首先得了解 字体是由笔画 对 相交 对不起 相交 相离相接 结合而产生的 当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我们得注意笔顺 比如说 笔顺 由上到下 从左到右 对 先撇 后那 对 先撇后那 是的 那今天老师带来了三个生字 薇薇的那个 这里也有 老师是这些 薇薇也有 这三个字 薇薇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记得 这个叫衣 衣服的衣 这个是裤子的裤 是的 还有 这是裙子的裙 那太棒了 老师先从简单的开始 好 小朋友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个衣字和裤字 它的那个结构有所不一样 那怎么说呢 薇薇和小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衣字 它是独体的 就是它没有分开上下部分 对 也没有分开左右的部分 这就是它的结构 比如说裤子的裤 我们把它分一半 我们可以看到一半是左的 一半是右的 对 那把它分开 左边的这个就是一字步 那右边的这个呢 就是裤 裤唇的裤 所以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那就又变成了一个字了 明白 那我们先来写字 练习写一写 我也要拿一支笔 薇薇也要拿马克笔 跟老师一起写 好 好 首先 刚刚老师说了 我们写生字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笔画 薇薇看到了这个独体字 我们应该是从哪一边开始呢 有没有左右呀 没有左右呢 从生意开始 那我们应该有 对了 应该往上写好 好 我们先来点一 OK 一点 那我也写 一点 好 薇薇好棒 接下来 横二 一横 好 一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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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三 好 一撇 一撇 好 好 接下来是 竖题 竖题 是的 好棒 接下来是 撇 五 撇 好 好 最后一笔呢是 那六 哦 那六 啊 薇薇写得太棒了 刚刚老师就说嘛 你的字笔太整齐了 薇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字 字 你给我写啊 哈哈 哈哈 没有红色的字贴 我相信薇薇也可以做得很好 对吧 谢谢老师 好 第二个字我们来写 裤子的裤子 裤子 我找出来这个字卡 裤子的裤 这个对吧老师 是的 裤子的裤 刚才老师说了 它的结构有分 左和右 我们先从左边的开始 好 然后由上往下 嗯 点一 好的 点一 横撇二 横撇 竖三 然后一竖 撇四 撇四 点五 点五 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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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七 横七 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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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九 横九 撇折十 哦 撇折十 撇十 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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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二 数十二 也就是说这个字有十二个笔画 是这样吗老师 是的 威威好棒 最后一个字我们得加快脚步 好 因为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好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更快 更快 对 准备 点一 点一 横撇二 横撇二 竖三 竖 撇四 喊四 点五 点五 横折六 横折六 横七 横七 横八 横八 铁九 横十 横折十一 横折十一 横十二 十二 也是十二话 对的 裙 裙子的裙 裙子的裙 我今天学会了 衣 裤 还有裙 这三个字怎么写 小朋友也学会了吗 稍后我们继续跟老师学习更快 先进一段广告 D-Day TV KPM 欢迎回来 今天这个主题是衣着变变变 然后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首歌曲 对吧老师 是的 我们把学过的衣着的生字编成了一首歌曲 我们来看看 看歌词 歌曲的名称是我的衣物 我的衣物 是 维维你可以跟着老师念一遍 好的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的裤子 我的袜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我的手套 我们再重复一遍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裙子 对不起 我的裙子 我的裙子 我的袜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我的围巾 我的手套 我的手套 这首歌的旋律是根据 London British for Lindau 改编的 好 我们一起来唱歌好吗 好啊 准备 音乐 我的手套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的袜子 我的袜子 我的围巾 我的手套 哇 这首歌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衣着 是的 好 接下来呢 老师想问葳葳一个问题 是 葳葳平时有没有帮忙做家务呢 有我老师 我是好孩子 我有做家务 太棒了 那葳葳一般都帮父母做些什么呢 我会帮忙爸爸妈妈洗碗蝶 然后呢 会折衣服 会折衣服 我会 好棒 你要不要来试看看 你说你会折衣服 老师倒好奇了 是 可是那个方式对不对 我就不晓得 但是我会 我会折衣服 好 葳葳太棒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来学一学 要怎么折衣服 还有一个口诀呢 有口诀 有口诀 好 葳葳我们来看看 好 口诀 葳葳跟着老师念 好 放放平 放放平 伸伸手 伸伸手 抱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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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也太棒了 还有弯腰 是的 折衣服弯腰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衣服又怎么弯腰 对 老师可以示范一下吗 好 薇薇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准备了衣服 我们先给它弄弯 打开 好 不然我们收回来的衣服 都变成了这样了 对 好 那不好看吧 我们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对 我们来学学怎么折衣服 好 薇薇还记得刚才的步骤吗 刚才说是放平对吧 对了 好 我们把衣服放平 放平 放平 对 这个方式 第二个步骤就是伸伸手 就是把这个袖子也一样弄平 袖子也要弄平 好的 第三个步骤 这个会重复两次的 薇薇记得吗 抱一抱 怎么抱 对了 要怎么抱 就是左手抱一抱 我们把它折进来 折进来 就是这个袖子折进来 好 抱一抱 另外一个抱一抱呢 是右手 这个右手边的袖子也折进来 也折进来 好 抱一抱 好 刚刚薇薇最好奇的地方 就是弯弯腰呢 衣服怎么弯腰呢 衣服怎么弯腰呢 好 问得好 OK 我们先从领子这边开始 弯腰就是折下来 下边的这一个部分 对齐 弯腰就是折下来 好 一定要很整齐 对了 薇薇好棒 薇薇折得好整齐 然后呢 就是行个离 就是从左边折去右边 或者是右边折去左边也是可以 行个离 稍微整理一下 衣服 衣服折好了 哦 衣服 衣服折好了 好整齐啊 你看 好 薇薇好整齐啊 那现在老师就 让薇薇先学习一次好吗 老师替你念口诀 好啊 然后薇薇再折一次 这一次老师就不做给你看了 好 薇薇自己来练习一下 先弄乱她 对不对 弄乱她 弄乱她 这是我们收回来的衣服 嗯 那收回来的衣服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你把它丢在沙发上吗 不可以哦 不可以哦 那我们来折衣服 嗯 薇薇准备好了吗 好 可以 放放平 放放平 好 拿起来要放平 放平 好 对了 好 伸伸手 伸伸手那个 袖子那边要弄平 好 抱一抱 抱一抱 记得 袖子要折进来 抱一抱 另外一边的袖子要折 弯弯腰 弯弯腰从上面弯下来 是的 行个礼 行个礼 衣服衣服折好了 太棒了 是的 老师 对了 我的步骤对吧 是的 非常标准 也折得很准轻 谢谢老师 好 老师 刚才你问我说 我在家里有没有帮忙做家务 对吧 我觉得身为一个孩子 一定要帮忙爸爸妈妈做家务 分担他们的那个负担 是的 我们要履行身为一名孩子的责任 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在家 要确保家里要干净啊 帮爸爸妈妈分担他们的那个工作 工作量就是那个家务量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有的小朋友说 碗不是我吃的 那我就不帮忙洗了 我只洗我自己的 那这样可以吗 这样好像不太好呢 我觉得 老师 在家里我们除了要帮忙 也要和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 不管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应该帮忙分担 对吧 对 老师 非常好 老师 今天这堂课是关于衣着 好不好 给所有的小朋友来一个总结 好吗 好的 小朋友们要记得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就应该穿上不同的衣着打扮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家要履行 我们身为一名孩子的责任 帮忙父母分担我们的家务 好的 老师 我都记得了 非常感谢黄诗婷老师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将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衣着 有鞋子 袜子 有圆领衫 对吧 长裤子 裤子很多啊 所以希望小朋友们有所收获 学习到很多关于衣着的知识 然后在家记得要帮忙爸爸妈妈 做家务当个乖孩子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葳葳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唱一次歌好不好 好 来 音乐 唱多一次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我的手套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裙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我的手套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 我的帽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的袜子 我的鞋子 我的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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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套 我的帽子 我的帽子 我的� blades 我的帽子 我的阳子 我的肥子 ...